大家好,欢迎收看七点科幻影视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韩国灾难片《流感》 故事起源于一场偷渡 一群东南亚老铁想去韩国赚钱 狭小的集装箱里挤满了人 其中有一个还在不停地咳嗽 几天后,韩国方面的劫头人是兄弟俩 他们找到集装箱,准备将偷渡者带走 好好捞上一笔 可当他们打开集装箱的时候却傻眼了 一车厢的人全都死了 没办法,他们便拍下视频作为证据 正准备离开的时候 却发现有一名信从的男孩 得,有一个算一个吧 便带上这名男孩开车迅速离开 但是,刚进市区就让男孩给逃走了 弟弟这边也出现了咳嗽的症状 他们一起来到药店买药 不停咳嗽的弟弟通过飞沫将病毒传染给了更多的人 另一边,江志九是一名很有爱心的消防员 自告奋勇救了一名因车祸掉进地下通道的美女 费了好大劲才把美女救了出来 美女连一句感谢的话也没有 却还想让她下去帮她取包 江志九当场就回绝了 原来,美女名叫金仁海 是一名医生 包里有她的研究资料 江志九单身多年 有点喜欢金仁海 想讨好对方 便叫朋友帮忙 下井去把包给捞上来了 包刚到手 里面的电话一直响个不停 原来是金仁海的女儿来的电话 江志九把包和手机都交给了小女孩 回家的路上有点闹心 人家女儿都有了 看来自己没戏了 另一边 药店被传播的那帮人开始发病了 进行了第二次传播 而弟弟这边已经吐血送往医院了 这流感的威力着实有点大 金仁海刚好是主治医生 经过研究分析 他认为这是起源于东南亚的新型流感病毒 从弟弟的手机里 他们发现了集装箱的视频 认为病毒就是从那里传开的 赶紧去问哥哥集装箱的下落 哥哥不仅不肯说 还在弟弟领便当后大闹医院 原来在韩国也有意义闹啊 画面转到小女孩这边 由于妈妈被紧急召回医院 她一个人带着面包出来喂野猫 在车库里她差点被车撞倒 恰巧被一名男孩相救 没错就是集装箱里逃走的信从者 她叫孟塞 小女孩看孟塞咳嗽的不行 她决定回家去拿药 而这时整个城市出现了大量的感染者 不断有新的病人送往医院 政府也找到了集装箱 箱子一打开跑出来无数老鼠 为了防止病毒扩散 他们对尸体进行了焚烧 金仁海在地上发现了脚印 从而推断有信从者跑了出去 医院里 大家紧急开会讨论对策 正在为是否要封锁整个盆堂区 而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只听门外一阵激烈的撞车和爆炸声 流感的爆发已经扩散到了很大范围 传播速度之快 后果之严重 绝对超乎想象 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高层们赶紧给家里打电话 安排自己和亲人逃离 但金仁海没走 因为女儿还在盆堂 此时她的女儿正跟着江志九找孟塞呢 原来小女孩回去取药的时候 孟塞失踪了 她就打电话让江志九一起帮忙找 孟塞是没找到 但江志九从小女孩口中得知 原来她的父母离婚了 江志九很开心 心想有机会了 同时小女孩出现了精神不振的情况 说说话就睡着了 应该是也被感染了 另一边 眼看事情越闹越大 瞒是瞒不住了 总理最终向全社会公布了疫情 城市乱作一团 所有人都在轰抢物资 此时的江志九 还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消防员 努力帮助别人 事态越来越严重 官方决定封锁整个盆堂 并把以感染和未感染的民众 封区隔离 金仁海在给女儿扎头发的时候 确定女儿被感染了 但他知道把女儿送进感染区 就是送死 于是就吸引注意 让女儿和自己一起进入了未感染区 在隔离区里 警方找到了集装箱里信从的男孩孟塞 孟塞被感染之后没死 说明他体内已经出现了抗体 政府方面马上安排金仁海提取抗体 有了抗体就能制作疫苗了 抗体还未完成最终测试 但小女孩已经快不行了 金仁海顾不上那么多了 便偷偷给小女孩注射了孟塞的血清 但却被部队的士兵发现 奄奄一息的小女孩 被强制送往感染区 江志九恰巧看到地上小女孩的发卡 意识到前面被送走的人 可能就是小女孩 于是疯了一样跑过去寻找 在停车场 江志九发现大量的尸体 有些活人也被当成死人处理 在体育场 尸体堆积成山 大量尸体被焚烧 江志九不知道在死人堆里找了多久 终于找到了小女孩 这时的小女孩已经开始恢复 应该是孟塞的血清起作用了 另一边 有个士兵发现自己的母亲 正在被推往体育场 大兵当时就疯了 怎么能看着自己的母亲 被送去火化呢 什么传染不传染 这绝对不能接受 于是就推着妈妈往外走 但被其他士兵给拦住了 大兵一看这情况 当众说出了真相 政府根本没有办法治疗流感 感染区那边全都火化了 你们赶紧逃吧 他的话引起了民众的恐慌和暴动 军队也镇压不住了 在暴乱中 哥哥杀死了孟塞 因为他觉得是孟塞害死了弟弟 金仁海和其他医生也被迫乘车转移 政府这边看到抗体携带者已经领了盒饭 干脆就实行彻底封锁和武装镇压 根据韩美作战协定 在这种关键时刻 军队指挥权在美军手中 于是按照美军指挥官的要求 韩国总理违背总统的意愿 下令越过黄线者割杀乌龙 暴动的人民 在个别心怀鬼胎人士的煽动下 对抗军警冲过了黄线 没想到军队居然真的开枪了 死了几十人 他们才暂窃退去 而这时 小女孩已经完全恢复 她的体内应该也产生了抗体 小女孩看到黄线那头的妈妈 便不顾一切地跑了过去 士兵们也是人 也是有感情的 开枪警告并打伤惊人海后 就没有继续射击 围观的人群很快为他们筑起了防线 而这时候总统开始强硬起来 命令军队停止射击 但由于不确定小女孩体内 是否真的存在抗体 美军指挥官启动了第二套作战方案 出动战斗轰炸机 准备轰炸整个彭塘区 总统誓死捍卫民众 命令首都防卫司令部 启动对空导弹对种敌机 在总统的强硬态度下 美军指挥官最终解除了轰炸指令 人们总算捡回了一条命 小女孩作为唯一一名抗体携带者 教授决定用她的血清提取抗体 生产流感疫苗 最终人们被治愈 病毒被消灭 而经历这一切后 江志九和金人海的关系也更进了一步 城市恢复了往日的和平与宁静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面对重大疫情 既有人性的光耀 亦有龌龊与丑陋 视人命为草莽的冷漠 自私自利的哄巧 耸人利己的行为 在影片中多有出击 在实际生活中 我们之所以看到的大多是正能量 因为有的人逆势而上 挡在了前面 为我们挡住了黑暗 留下了光明 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但我们应该发自内心的感谢他们 好了 听说看到这里的 每个人都点赞关注了 谢谢你的鼓励和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